大家應該都知道小弟挺喜歡獵奇的 做資料搜集或剪片的時候 都會經常用到的維基百貨就特別多奇怪的東西 有不少題材 例如世上最貴的錯字 還有天選之人那集都是在維基那裡拿靈感 所以在拍片的這段時期 小弟都見到不少奇奇怪怪的維基頁面 不過有些頁面就比較零碎 不是好能夠自己做一集 所以就儘管來個合輯 略略說這些奇葩頁面是怎樣得名 以及他們是說的什麼 大家當今集是橫與略影看就OK了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 顧名思義就是講莫斯科的流浪狗 莫斯科有很多流浪狗 大約35,000隻 基本上都是一些被棄養的寵物狗 但不要看他們好像被人中掛了 扔去殘酷的大自然生活就搞不定 因為有部分流浪狗都很會玩人的遊戲 研究莫斯科流浪狗30多年的動物專家 安德烈普阿科夫 就將流浪狗分為四大類 不同人接觸的野狗 去垃圾堆找食物的覓食狗 和人類黑食的黑食狗 還有會保護餵食者的警衛狗 可能你就會說這些雕蟲小技 杜杜的流浪狗都知道 莫斯科的流浪狗有什麼值得說 就是因為其中有少部分的流浪狗 懂一個特別技能 就是乘地鐵 這些流浪狗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白天就去人多擠壁的城市賺食 日落就回去教區休息 當然當然不是走的 有霸王車乘 簡直是發達 試過在2016年還有隻狗在地鐵裡生小 生了9隻狗出來 除了搭過地鐵 部分流浪狗還搭過火箭 因為蘇聯在60年代的太空競賽 一直都嘗試載人上太空 為了試這個可行性 就載狗上去試試水溫 而這些狗就是在街上捉的流浪狗 上得太空這個比大自然更殘酷的環境 流浪狗被徵召為太空犬後 就要接受一系列的訓練 包括練習長時間站立不動 穿太空衣 模擬火箭發射等等 並且用營養加餵食 為牠們做好準備 任務過程中的確有不少狗被犧牲 但成功回來的案例都是有的 所以流浪狗在幫蘇聯載人上太空方面 供不可沒 人類動物園 剛才莫斯科的流浪狗可能很可愛 挺搞笑的 但今次這個我真的笑不出 人類動物園就是一個把人當作動物 看的地方 當然這些人就不是你和我 而是殖民者老獲的有識人種 和落後國家的部落 這種展覽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中期盛行 基本上和怪胎獸Freak Show看齊 展品會穿著醜化的傳統服飾 用貌痴所謂自然和原始的狀態展示 強調展品在文化和基因上落後 從而顯示白人和西方社會的優越性 間接正當白人國家的殖民統治 部落就會跟著領班去世界各地展覽 而且展規模也不小 在世界博覽會這些地方都會見到這些展覽的蹤影 有些展覽甚至離譜到會將部落的人特別是女性物化 這類展覽最出名的案例應該是薩拉巴特曼 巴特曼在被展出時會被強迫穿上非常緊身 而且貼近膚色的衣服 從而將他某些器官放大 展覽性質是互動的 遊客都可以用手去摸或睹那些器官 從而感受到巴特曼的器官的真偽 這些展覽的負責人甚至過分度在巴特曼過身後 仍然展出他的身體從而獲利 當然隨著社會越來越文明 對於這一類醜化貶低有色人種的活動 爭議性越來越大 隨著社會開始著重種族平等 就漸漸消失 1930年代的新西蘭 有一種叫千里光草的雜草令農民很頭痕 政府為了釋除麥粉就推薦綠酸納給農民作為除草劑 但這次真是名符其實的順利一成雙木失明 草真是除倒 但就衍生了另一個問題 農民在噴灑綠酸納的時候 將部分農藥灑在自己山上就在所難免 誰不知這些綠酸納就開始 跟山上的棉花產生化學反應 在大熱天時或陽光暴曬的情況下 即是農民工作的時候 化學反應就更加嚴重 配合工作時的摩擦和撞擊 令工人複開始自己燒著 甚至發生爆炸 令幾位農民嚴重燒傷 梅西大學歷史學家 占武士玉森用一篇叫做 《李查德·巴克利先生的爆炸父子的意義》 名字很長 記錄了這段歷史 後來還拿著搞笑諾貝爾獎 雖然父子爆炸這個名字聽起來真的很灰邪 但比著我是農民受到雜草和農藥雙蟲夾擊 真是很難笑得出 媽媽病毒叫這個名字 不是因為她經媽媽傳染 或者專感染媽媽 而是她有很大顆 因而得名 正常的病毒尺寸只有細菌的十分之一 但媽媽病毒的尺寸就比美細菌 亦是已知最複雜的病毒之一 有著其他病毒找不到的基因 因為病毒又好細菌也好 都是圓碌碌碌一粒粒 所以一般科學家就是靠大小去分辨他們 殊不知又好像媽媽病毒這些肥絲大隻的物體 令科學家們一直都找不到他們 其實早在1992年 媽媽病毒的朋友 乙菌病毒已經被篩了 諷刺是因為她的體積 科學家就以為它是細菌 將它命名為布拉德福德球菌 之後拿它去雪藏 一雪就雪足十年 後來科學家拿它出來認真地看 才發現它不是細菌 是一個可以感染乳童、青蛙等生物的病毒 令科學家知道巨型病毒的存在 顛覆科學家對病毒的認知 之後就將它命名為乙菌病毒 經過這件事之後 科學家們就知道世界上的病毒 不一定是細細粒 並且用相應的方法 找到比乙菌病毒更大的媽媽病毒出來 雖然我不明白為何體積龐大 會和媽媽扯上關係 但媽媽病毒這個名字真的有夠分 這裡說的香蕉共和國 就不是賣衣服的banana republic 而是某一種國家的變稱 這些國家通常都是受到 貪污和強大的外國勢力介入 淪為傀儡 至於為何叫香蕉共和國 就是因為這些國家都是為處中美咒 出口像香蕉、可可、咖啡等的農產品 這個用詞最早可以追溯到 1904年美國作家 歐坑利的小說白菜與國王 而香蕉共和國這個詞就是用來形成紅刀拉斯 除了形容紅刀拉斯之外 這個詞也會形容危地馬拉、巴拿馬、薩爾亞多等親美政權 另一個與香蕉共和國有關的用詞就是香蕉戰爭 形容美國對中美洲國家一系列強行佔領的軍事行動 就是這一系列的行動使得美國可以震懾中美洲國家 令他們聽名變成一個又一個出口香蕉的工廠 之後美國就有源源不絕的香蕉食 吃到國民肥肥白白 Pizza農場是一個教育性的親子旅遊景點 景點是一個圓形土地組成的農場仔 用Pizza形狀劃分不同區域種植不同的農產品 田上種植的大部分農作物都可以作為Pizza的材料 例如番茄、小麥或其他草本植物 有些田甚至會種樹用種出來的樹焗Pizza 或者是養牛用牛奶做芝士 甚至是養豬用豬肉做辣肉腸自給自足 所以又有得參與種田又有得吃Pizza 這種教育性農場很適合一家大小去玩 在美國都頗受歡迎 紐約、加州、伊利諾爾州都有類似景點 如果在香港都做一個 又有得玩又有得吃興奮的Five Nights at Freddy's 我應該等不及捧場 所以Pizza農場是真的可以種Pizza出來的 今集奇怪的維基頁面就說到這裡 知道這一集不是說交通 加上跟平時的影片格式有分別反應 應該沒那麼好 小弟還有好幾個頁面想說 例如飛天面神、史蒂夫計劃、放屁絲 大家喜不喜歡這條影片 或者想不想我拍下集 不妨留言告訴我吧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Bye Bye 展覽性質是互動的 遊客可以用手去摸或刀器官 從而感受巴特曼器官的真偽 我說到這裡真的想吐 喬